咱们似乎已经找到了一片好地方 去看一下吧 在这个路边那个下面有一个 最细的厂房 这车怎么弄下去啊 这个路还是比较陡的 这个里面 就是刚刚那栋废弃的房子 看厂房 已经没有人了 这上面写的单山水泥销售 行不行把这个车弄进来 我估计有点悬 上去下来都不好弄 这个路啊 看一下这个路不好走 不好走不好下 不好下 算了吧 还要继续往前走 那个地方感觉有点吵 这旁边有户人家 但是里面有人 这里可以啊 这里停了好多大货车 这个地方 咱们看一下 不知道有没有人管理啊 这里 不太行 好像有人在这里住啊 在这个大桥底下 这边发现了一个空地 要不咱们就在这里吧 朋友们 不挑了 马上天黑了 其实过个夜 就在这里了 这地方还不错 大桥底下也没人打扰 这个隔那个马路也是这么远 看 好地方啊 上面似乎是 不是高速公路 是低速公路 就是我刚才下来的 那一个国道 去往罗州市区的 这个这条路 在后半夜 应该不会有很多车吧 有点吵啊 也行吧 这里写的龙凤镇 凤林春道路交通安全圈导点 那边有户人家 有没有人在家呀 哇塞 这房子 这是什么人住在这里啊 应该是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妈 在这里住 这里有个房子 坐这里还不错啊 感觉 看 山村小屋 也是一种享受 在这里养个脑 下面有好清的山泉水 旁边一片竹林 吃过晚饭在这里散散步 那真的是一种绝美享受 咱们去前面看一下吧 朋友们 看一下有没有安静一点的地方 这上面的车还有点多的 别说 有点吵啊 我也不想走太远 因为就过一晚上 明天上午咱们就出发了 这边也有个空地 但是 火候侧侧庭的这里不太安全 那是一条路 到处找一找吧 哇 哇 走到这里啊 似乎 没路了 朋友们 有点奇怪 已经无法通行了 已经无法通行了 往这上面去吗 这上面 这就开始上山了 看 我的车停在那边 这边咱们就没有必要再去了 这个你这边也没有路了 这边就是那座大桥 一直通向那里 咱们的车就在那个桥的那一边 看到吗 其实这里也可以露营 那和那个地方没什么区别啊 都很吵 都是在同一座大桥之下 桥下并没有看到有人在这里露营居住 一个人都没有 走吧 回去吧 咱们回去吧 天快黑了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停车的地方这里似乎是个菜园了 朋友们 你看里面种了不少的白菜蔬菜青菜 还有一抹竹林 还不错 就这里吧 晚上的话就只能吃泡面了 朋友们 因为我要现在肚子到现在还不饿 咱们买了一个泡面 等晚一点再吃吧 好冷啊 休息了 朋友们 咱们明天再见了 就在这里过夜了 那里面已经没有路了 估计只能往那边走才有路 我刚走错了 要往那个方向走才有路 看那边 咱们车就停在这里 嗯 朋友们今天这个露营地太吵了 这个上面呢 那个车轰轰的响 我觉得还是换一个地方吧 找个安静一点的地方 我们走吧 太吵了 这里 现在趁这个天还没有黑啊 咱们还能找到这个地方 盒子够 再过一会儿 这个天黑了 就不好找了 啊 我刚才去的是这个右边方向 其实右边是没有路的 咱们只能往这个左边走才能有路 还是这样走的 现在这边有两条路啊 应该是走右边吧 这边是一个高速公路这个大桥吧 应该是是铁路 铁路下面发现有个大货车停在那里 咱们要不也停在他下面去算了吧 这里比较安静 还有点不行啊 他是停在这个路边 这是个路口 停到这里这个路就堵死了 这就有点尴尬了 怎么办 他是停到这个右边的 这个右边全是铁丝网啊 右边是这个才销好的一条铁路 全部封存起来了 这个右边是不能过去了 很大一栋建筑在这个右边 很大一栋建筑在这个右边 我们去前面看一下吧 我们去前面看一下吧 走车的还要没进去 我看到了这么一块空地 这个地方走不走车啊 晚上 这条路 它是两条路 我不知道走不走车 我们去前面看看 走车的 还好没进去 在那个方向停了一辆小车 咱们也停在那里去吧 停在这里 我找到地方了 就这里了 就这里了 我挑了 这应该没问题 哇塞 尴尬了 右边有户人家 不知道我是干嘛的 人家一直朝这边看呢 哎呀 右边有户人家 哎呀就这里吧 这这这这 明天就往这个方向出去 车已经停好了 这一块空地不知道是属于哪一家的 应该是属于上面这户人家的 要不要打个招呼 刚刚那个地方 刚才那个地方 感觉有户人家还是不太好 又没打招呼 是吧 咱们又换了一个地方 这边啊 这这这是一条 前面是一条断头路 已经没有路了 我看这边停了一辆小车 这边这户房子是没有人住的 应该是没关系的 因为有人住的话 你不打招呼的话 免得晚上被当成小偷了 和上次一样 那就比较尴尬了啊 本来 咱们是吧 这个 这是个垃圾堆啊 怪怪怪 这个地方离刚刚那个地方 大概一公里左右 上面是铁路 铁路的话不吵 高速公路和国道才吵 前面看一下 应该是没有路了 看 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 上面已经到头了 没路了 哈哈 就到这里吧 朋友们 这个找露营地啊 其实有时候看运气 碰到好就有好的 像今天找了三个地方 才找到这么一个地方 其实这个地方也不是很完美啊 不完美的话也没办法了 现在天黑了 天马上黑了 不能在这路上溜达了 就在这里将就一晚上 我停在这里边也不知道 我是干嘛的 还好 这户子这里没有人住啊 有人住的话 咱们只能回到第一个大桥地下去 你看那边 那户人家门口好多车 估计是走亲戚的 哎呀有点尴尬 不不没事 咱们归回去车里面呢 也就没人知道咱们是哪里的 我刚刚没事去溜达了一下 上个厕所回来 发现后面多了个大货车 难道这个地方是专用的停车位吗 这都停在这里啊 大货车把这个路给堵上了 看这辆车出不去了 我也出不去了 我出还是去的去慢慢倒也倒的出去 问题不大 不知道这个大货车明天上午走不走啊 我们明天上午要走啊 嗯 这这个路就剩下这么一点点了 也能出去吧 有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 咱们车就在这里 咱们车就在这里 它这个是哪里的车啊 是穿的 哈哈 现在想出去出去不了了 安心的待着吧 有个大货车堵在这里 更有安全感 晚上 晚上不担心有车从后面来 好了朋友们休息了 洗漱一下 简单的洗漱一下 咱们过一会吃泡面 烧点开水煮个泡面 泡面今天 今天晚上就吃泡面了 还有这个饼干 烧点水 从后面